您今天出行的话啊 讲一讲您的见闻 小灵通还有这个啊 这个小灵通和移动用户 联通用户呢 都可以编辑88 将是短信内容发送到9588288 或者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2423186688 还有一部新闻联通热线 10109595 来发表您的观点和看法 那最后一种方式就是登陆新北方的网站 刚刚说到了应该是 56年来同期最大的暴虚啊 刚刚有一点口误 另外今天呢还会抽出周奖一位 这个奖品呢是由南京大陆各有限公司 为您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电动自行车 一辆或者是同等价值的 勤怀三日游 日奖的是10名 是由沈阳绘画楼今天提供的价值 128元的翡翠画件一个 另外呢还会有5位的幸运观众产生 每个人将会获得由太康人寿 辽宁分公司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 意外伤害保险 或者是价值5万元的航空意外保险一份 那么今天这场雪 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 广告之后 林玲为您带来一只冷暖 彩亭手机298 支付信息送到家 如意吉祥 大家联通 中国联通 辽宁分公司 惠华楼正月十五闹元宵 2月28日至3月4日 彩灯迷抽大奖 购物送汤圆 还邀您去市园会逛花灯 专业精电 专业品质 沈阳惠华楼 雪花啤酒 无道家雪花啤酒 新一年新生活新挑战 雪花啤酒 祝全省人民新春快乐 健康有质量 雪花低醇啤酒新上市 好年货 好年货再兴隆 兴隆年货情最浓 半年化就到大家庭 胃寒知道吗 凉的不敢吃 冷的还不能碰 天气变冷 胃就疼 是脾胃虚弱造成的 温内书 致胃寒去凉痛 双鹤海温内书可力 恢复脾胃元气 葱伴侣豆瓣酱 好吃的讲葱伴侣 百姓放弃药品牌 白云山阿墨西林 百姓放弃药品牌 白云山阿墨西林 三八节铁柏金店推出 女人花系列套饰 每套298元 18K金装柜3.8折 购满398元加29元 即换好运戒指 铁柏买金 终身放心 三沟老角 非凡工艺 香醇百年 一杯三沟 一百年 三沟九夜 星龙黄金 伴您好运 大家庭星龙金店 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一只冷暖 新北方 大家好 今天由林林给您说天气 今天是正月十五 是中国传统的元宵佳节 俗话说 8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 今天一整天 咱们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都是狂风大雪 冷雨参半 还真应了这句老话了 尽管今年的元宵节 大家不能像去年一样 在温暖的天气里 观赏花灯 但是能在暴雪封门的大冷天 一家人留在温暖的家里 围坐在一块 吃顿团圆饭 再看着我们新北方 相信也是一个有别样味道的元宵节 如果您非要出门 我得提醒您 今天晚上的北风会更强 气温较低 沈阳以及辽北地区的最低气温都在零下10摄氏度以下 要是出门 必须得重装备 这帽子 口罩 手套 围巾 可一样都不能少 这狂风暴雪肆虐一整天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这场暴雪要到明天才会停息 明天 辽宁的大部分地区都是雪转多云和多云转晴的天气 这太阳终于能露出笑脸了 但是气温仍然很低 大部分地区的最大风力还是会达到4到6级 在强北风的作用下 明天的气温甚至要比今天白天还要低 大部分地区下午最暖和的时候 最高气温也都在零下 其中辽北一带最高气温只有零下4到5度 另外因为北风呼啸 明天大家出行的实际感觉会比我们预报的还冷 建议大家周一早上上班 一定要多穿衣服 可千万别动着 预计到下周二和下周三 咱们省就会逐渐转晴了 今天是正月十五 咱们就说说这元宵节 大家都知道正月十五也叫做灯节 据说这一天点灯的风俗 在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出现了 到唐代赏灯的活动进入了新盛时期 皇宫里街道上 每逢正月十五是处处都要张灯节彩 还要建灯楼和灯树 看来这树上挂灯 不只是在西方的圣诞节才有 那么这一天为什么要赏灯呢 据说这是起源于东汉 当时明帝提倡佛教 听说佛教在正月十五 僧人要观赏佛舍利 还要点灯敬佛 于是呢 他就下令以后这一天夜晚 皇宫和寺庙一样也要点灯敬佛 后来呢 就逐渐形成了今天民间的盛大节日 叶小姐希望每个家庭团圆和睦 好了 看看具体的天气情况 沈阳小到中学转多云 零下十二到零下六摄氏度 大连多云转晴 零下六到零下二摄氏度 安山小到中学转晴 零下十三到零下七摄氏度 辅顺大学转多云 零下十六到零下七摄氏度 本西中学转多云 零下十七到零下六摄氏度 丹东宇嘉学转大学 零下六到零下三摄氏度 锦州小学转多云 零下十一到零下五摄氏度 营口中学转多云 零下十到零下五摄氏度 复兴小学转多云 零下十五到零下三摄氏度 辽阳小到中学转多云 零下十四到零下六摄氏度 铁岭中到大学转多云 零下十五到零下八摄氏度 朝阳多云转晴 零下十八到零下四摄氏度 盘景小学转晴 零下十二到零下四摄氏度 葫芦岛多云转晴 零下十二到零下四摄氏度 沈阳小到中学转多云 零下十二到零下六摄氏度 风大雪后 公交几乎瘫痪 乘客汽车挣扎前行 选择怎么回家呀 走回家 走回家 别的 墙找没有车找不坏嘛 小底下有雪 谢谢 现车不可怕 小伙来帮忙 热心感动冰雪天 这咱们应该做的 自己没钱少的什么 那你们小伙不都帮能推车呢 推车都是很正常的 谁都看得多能帮他一下 花啤酒提醒您 来瓶雪花啤酒 精彩稍后继续 娃哈哈营养快线 纯正果汁 香楼牛奶 十五种营养素 一步到位 新年线贺礼 接待有惊喜 娃哈哈营养快线 盛阳新时代女子医院 女性健康 专业医疗机构 电话二三二四四个六 爸 这一个剧要出现三个轻松 我不会 我爸用神舟型轻松卡 没月租 要多轻松 要多轻松 轻松 神舟型轻松卡 我看行 哈啤冰醇 米也重 情也深 过年就喝哈啤冰醇 哈尔冰啤酒 祝辽省人民 节日快乐 何家幸福 风容不再干燥暗淡 全新纯细美白 银润粉底乳霜 来自美宝莲纽约 特选风胶精华 肌肤不再干燥暗淡 力线营亮 全天银润 纯细美白 银润粉底乳霜 彩平手机298 支付信息送到家 如意即向大家联通 中国联通 辽宁分公司 雪花啤酒提醒您 畅言雪花啤酒 新北方精彩继续 民俗专家抱怨 中国城市过元宵节 太过安静 而传统元宵节 是中国人的狂欢节 应该像农村那样闹着过 专家调查了国内 六万对新人发现 近半数结婚要靠父母 结婚花费 均价高达12万多 买车买房 得55万 经过半个月的观众投票 赵本山的充满小品策划 不出意外 再次拿了一等奖 老赵第九次成为小品王 智利迷生新闻 李亮信北方正在直播 那么经过沈阳市政 人民政府的同意 明天全市中小学生放假一天 另外职高和中专 也是停课一天 所以各位家里有学生的 要互相转告一下了 那沈阳市交警支队呢 也要委托新北方来提醒大家 尽量的减少出行 现在的雪仍然在下 那直到今天下午的三点钟呢 很多早上出门的车 还雾在路上呢 很多行人不得不选择了 不行 那下午三点多钟 沈阳上空的暴雪 仍然在肆虐 在我现在的位置呢 是沈阳市文化路立交桥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桥上雪最深的位置呢 已经将近 没过我的膝盖了 所以呢 现在桥上桥下的 很多车辆都滞留在这 特别是有大量的公交车 滞留在这 那很多乘客呢 也都等了将近 将近三个小时 那不得已呢 也都纷纷选择下车 不行 那我十二点多钟 出来一小时了 一小时了 三十五小时了 是吧 老乱套了 现在 坐一车还不如我走一块的 坐一车还不如我走一块的 坐一车还不如我走一块的